各位陆路運輸業界的朋友 本人誠樂,如果當選的話 在新一屆的會期 是會盡快集合自由黨和其他政團的力量 展開修訂法例的工作 以盜絕白牌車還業界一個公道 多謝大家 4月2日的去吧,我請到兵團 繼續是林教 Petrick 大家猜一下天氣會不會 就是早幾天涼了那些 就是早上晚上真的差很遠 真的冷 是啊 我們去到機場 我們感受不了的Gina 是啊 我長期都很冷 長期都是這麼性感 因為我不穿褲 所以很冷 不穿褲 穿裙而已 穿裙 真是不穿褲 你難道好像某打你一年三個六十一都穿短裙 真的 你有沒有見過我穿長褲呢 真的沒有 我們都認識兩個 原來如此堅持 堅持 因為可以減肥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去瑞士滑雪 你都是這樣的 那也不可以 會冬傷 真的會冬傷 穿絲襪 穿絲襪 你知不知道那些是浴色的絲襪 就是假裝沒有穿褲 噢 或者穿瑜伽褲 是的 瑜伽褲 要穿兩條 剛才劇集中講的那些衣服 其實跳社交舞是穿那些的 所以包舞走光 包舞走光 有毛的 而且有毛的 還有毛的 有毛的 有毛孔的 粗不粗啊 不是 很暖的 很暖的 是暖的 不是那些有毛 浴毛啊 想多了你 你這麼厲害 你做假的腳毛出來 是啊 很厲害啊 裡面有絨毛 是啊 其實很保溫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別人跳社交舞 跳什麼華爾滋 Tango啊 Rumba那些 可能動得厲害啊 以為你要按 連個字都按不到的 是啊 是啊 你當然有看過 他當然有看過 我懷疑 有 失敗的 只是經常看這些東西的 是啊 其實看東西 看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 駕車我們當然 尖前顧後 是啊 現在天眼這麼厲害 是啊 但是有時候 工具 你呢 器材輔助到我們呢 我覺得是無可口非的 就是幫到手嘛 是啊 嗯 那我們看一下以下這個Post Jimmy呢 他就說 今天從西洋小巴搭出去旺角 發現司機旁邊有個螢幕 原來是車廂裡面安裝CCTV 有幾個鏡頭 多角度全程攝影著每個乘客的一個洞 哇 很有問題啊 含有八價 請問司機專門公署 小巴這樣裝發 未經同意拍攝 會沒有違反什麼條例啊 私隱條例啊 有哪個壽權小巴可以公然攝錄架 拍了一些片 如何使用 如何處理 有沒有經過立法程序 批准拍線 乘客私隱 如何保障 有很多問題啊 即是我覺得 其實是沒有東西來講 有少少是 那當然 有些留言當然是爆插他 插誰 插這個片主 插Jimmy 插這個樓主 插這個樓主 講一講Jimmy 我覺得呢 你首先做人 像你說的 可能是阿拉衝出來 又或者他不知道是怎樣 其實是有少少衝出來 衝出來 但是我覺得 首先做人 現在香港人就是這樣 不查一下一些東西 首先我講 據我所知 我以前也認識一幫小巴 即是搭熟了 其實就明白 他們有些有裝 他就說 我看你幹什麼 我看有沒有一些位子 刺了 有時候你明不明白 有些司機很流行 有些司機很流行 有沒有位子 有沒有位子 很危險 即是做了一個集合 免費事 他有時候自己看不看得到 有時候要問 問一些程 麻煩幫幫忙 後面有沒有位子 真的看不到 因為真的看不到 他到中間有個椅子 有個位子 是高了 後面那排 那兩排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最真確是後面那兩個 怎麼會對著 還有那兩個 通常都是抱著 那些帥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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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都很危險 看到那些光 沒有讓人試過 等等 那些會發出聲音 他們不會有這麼誇張 摸著 eli 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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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著 Dar fall 所以她不是怕 所以 他是不是那些人 他做這些 怕被人拍到 有沒有肯給其他的 質疑 我不知道 他有很多問題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vio 一些流行 很多人都是說啊 當然呢 有些 就像拍社 是否像街 其實巴士都有 有朋友有回答的 九巴一早就有 有11個攝影機 他還說到可以整個出場 上層一定有 因為以前都用前望鏡 如眼前望鏡 現在有 我相信它的用途 當然 會受到限制 當然如果有 我們試過 譬如 安心 安心之隻魚 有時有些片播出來 大家真是看的 很出名的 小巴林敏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林敏聰 他很好笑的片 譬如有個女人 一聲撞在池箱裡 我沒有看歌 很好笑的 然後伯父就問 你為什麼要撞下去 他坐在那裡 司機怎麼擲個彎 他坐得不好 然後撞在池箱裡 睡覺 這段影片就是兩個 在葵城那一宗 大家吵吵吵吵吵 我們教主前也說過 誰先上隊 上車 也是有車攝影 那一宗 那個小巴林敏聰 就是有人去打架 然後那個年輕人 就站在那裡 然後林敏聰就說 不要妨礙著看東西 妨礙著鏡頭 和看東西 那一宗很好笑的 那一宗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找一下 其實 他的用途有沒有違法 我不敢說 算不算私隱 我也不敢說 但是公眾地方 有什麼問題 是的公共地方 公共交通工具 地鐵也有很多 地鐵站你數 一定是公共交通工具 是的 一定是公眾的地方 沒錯 就是不要覺得私隱度那麼高 其實你現在走出街 到處都是鏡頭 就是了 就是了 有一個朋友說 如果他連了一個提示的張貼 就說 已經有錄影 那其實 就更加保障的 其實就是這樣說 先 如果你沒有 其實如果你的用途 即不論你有貼沒有貼也好 如果你是 可能有一些 說真的 人家的私隱東西 你這樣擺上網 我覺得是有機會違法的 但是如果你的用途 只不過是看看有沒有位 防止一些罪案發生 到時有需要交給警方 這些我覺得是 不牽涉到私隱的問題 是的 其實你可以不妨去 信私隱專員公署 就不是上網 那裡白痴 是的 真的白痴 尤其是打16粒 以前年輕人都知道 我想看看 很流行的 後數後數 因為被人走數那怎麼辦 是吧 可能看清楚每個乘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的用途 本意出於為了安全 和方便他的工作 和交通安全 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真的 最好是否穩陣 就是在公開連番話 是的 在車內有長期錄影 是的 我覺得就不要 是的 有CCTV 不是一定的 是嗎 是的 有就更加好的意思 其實以前我門口 公司門口都有三支攝影 我以前都沒有貼的 是 不過有24小時錄影 沒有貼這件事 都沒有人說過我們 那些警察都照樣來跟我們拿片 是的 或者當天我門口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犯罪的 又被人偷我 又非禮 又偷東西 又搶兩包 又說走路 你門口很閘 是啊 風水是這樣的 所以做這些的士 可能做這行這樣才是旺的 哦這樣的 就是多這些東西才是旺的 很多的 又說去這邊逃走 我看不到那裡 那你快要一定要充電 你的CTV 是啊 後期我都穩陣些 整個24小時錄影 對 以保障自己 當然 但其實沒有都沒有問題的 公開的地方 就是這樣說 沒有理由 我沒有辦法 是不是 但是我 免得給你多句話說 有就不會有錯 對 塞住那些混蛋的嘴巴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動一些東西 嘩嘩嘩嘩 是啊 還有不要動一些 走來我公司 嘩嘩嘩 在門口 哈哈 我之前有一個 在我門口偷車 偷人車 是的 但我都沒有CTV的門口 是啊 如果你要探他 拿紅油那些 來就來 哈哈哈哈 走錯去 剛才會有紅油 是啊 那我都是裝 我聊天就裝 哈哈 拿點士多杯 你來看我 的士業界近四分一世紀的 創紀車行 處事工程 車隊管理優良 凡事責任閒線 盡心培訓新手司機 如果你都想加入的士業界 創紀車行是你不義之選 我 林狗誠意推介 謝謝 創紀大家庭 隨時歡迎你 司機麻煩你去 你不是 招職哥你不是去 爭坐管嗎 幹嘛開的士 嘿 開的士 時間又彈性 又找到 又不用怕被人拉 又不用打得殺殺 拿著這張卡片 這家東西 一條龍搞定了 如果更想知道 可以打2-4-4-8-8-8-0-5 用香港專業車行 了解一下 也可以上這個網址 這樣就看得一清二楚 開的士 都可以很超值 威謙門賽到會 方便衛生 超值底細 微微可厚 上點就點 接下來的聖誕節 公佈 全年夜飯 記得訂威謙門賽 打電話就送到本箱了 哈哈 除了乘客 小小事 但這個又是乘客 又好像 不知什麼事 他好像殺有戒時 突然是不是很驚恐 怎樣驚恐 我們去看看 他的帖子 在的士乘客 及司機分享區 黃樂說 元朗大馬路 大馬路的 當勞隔壁的的士站上車 新界的士 使司機疑似精神病 超級危險 超級危險 差點撞車 我們說無敵地之後 完全沒有跟司機交流過 他無緣無故發瘋 還沒有掛過牌出來 什麼牌呢 司機症 我們看看這片段 現在在國外怎樣 還有人的 我就不敢上車 給大家看 好酒都在吃 是不是 好酒都在吃 林三救了他 告訴大家 看條件 還有嗎 他親人嗎 然後 準備好 有些 Care 很多的這個是 要不要收起來 都可以可動 可以的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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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要不要 是 要不要 好了,回來了,到最後的司機下車的時候就看一看他,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好,大家看到片段,我覺得司機是跟他沒有交流的,但司機好像有人跟有人交流 他應該是在戴手機電話,還是撞鬼呢? 我經常都被人家說我撞鬼的,不過今天沒有戴藍牙 是嗎?明白嗎?明白嗎? 因為他長頭髮,你究竟跟誰在說話?我經常都被人家說,因為我多電話 我經常都被人家說,很多人都被人家說,等等,我經常都被人家說 但是人家的指緣都不明白,現在因為沒有線 有,我那條線拉出來,我經常都這樣,一邊就這樣,一邊就擺一邊 都是不明白,人家都以為你真是瞎,現在的男孩就越來越小 是呀,只是小小,哪裏知道呢?是呀,如果那些小小,又不用拉一支咪出來的 是呀,就這樣打住耳朵,都聽得很清楚 是呀,那好了,司機,我又覺得他呢,我們看片段 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的? 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的 問題就是,他應該是用藍牙講電話 而且他又長頭髮,蓋住了 蓋住了,你看不到 接著又或者他跟老婆喊緊交 是呀,又或者跟老婆喊緊交,可能輸了錢 是呀,你又覺得以為是什麼事 我覺得,就不用這麼大件事 因為我都試過 是呀,人家很有趣 他說超級危險,為什麼危險呢?我想問 你可以跟他說,喂,你是不是講了電話? 是呀,你一陣子再說 你做完,我要自我打你再說 都可以的,大家扣動一下 是呀,是呀 乘客有權要求的 是呀,有什麼,我看到影片沒有什麼 他聯想到危險,是不是你聯想到會危險呢? 還是真的會危險呢? 他越想越害怕應該是 是呀,他覺得他撞鬼 是呀,乘客呢,我覺得 你覺得他撞鬼呢 想為這些客人,這些人 準備看我們接下來的靈環報道 靈環報道,是呀 那就是呀,正如阿玉先生所說 你可以友善一點跟司機溝通一下 究竟什麼事呀? 是呀,是呀 或者司機是不是在忙,也好 是呀,是呀 那起碼司機就會回答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什麼 好像他在哪裡下就照下 是呀,所以我覺得呢 是呀,為影而影 為影而影,為插而插 是呀,又會出來騙Like 沒錯啦,當然呢 很多人都會出聲 正如我們那樣 有時候的事情 也都不擔保他是對的 就是他經常說對的 是呀,但是他沒有試過問他 是呀,如果你問了他 可能你有答案呢 是呀,我們偏向他 我覺得那個乘客是誤會了他 是誤會了 他是用了一場誤會 一場誤會 那時候剛剛出這個Handbit 都令到很多人以為香港多了 我傻了 很多人都在走鬼 現在的人都經常以為我傻了 現在的人都經常以為我傻了 你都傻傻的經常說話 沒辦法,你多電話嘛 不停的 即是忙 你不停的可以 是嗎? 所以很厲害 我一個小時裡面是沒停過的 是呀,很奇怪的 想和我說的話都很難 就是生意興隆的 是嗎? 不是,不是一定生意 好啦,其實呢 如果乘客不想這樣被這些司機嚇到 嚇到呀,成了又怎樣 其實呢 日本,大家香港 香港的很容易車行 會不會考慮一下 我們先看看報道 他說日本三和交通知識會社旗下 的出租車 就在出租車加添了一個新的裝備 就是一觸個屏障 他可以對著後面的乘壓 在屏幕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多種龜速、溫暖 以及涼爽模式 最近呢 他的公司呢 就安排了一種叫做安靜模式 因為有幾種東西選的 我們大家看一下螢幕 看一下 那就解決一些社恐人士 乘坐出租車遇到的 社牛的人 哇,應該很大陸 即是很talkative 很社牛 是呀,不停的說話 社牛 你不知道是否回答他 很老鑑 有些司機是的 很多人說的 很拗水催的 知道為甚麼 是呀,是呀 我想靜一下也不行 是呀,真的有的 有的 但又不是那麼好意思 直接 因為他人家很nice 是呀,他最慘就是這個樣子 是呀,他很nice 直接駁斥他 你靜一下吧 你給我靜一下吧 我剛剛 剛剛和你坐完 不開心 你不斷跟我說話 幹甚麼呢 這樣又不能說的 有時候可以怎樣安定模式 司機可以收到的訊息之後 全程不說話 甚麼都不說話 那如果你想慢 貴速 司機是很慢的 很慢 溫暖 或者是涼爽 司機就是 冷氣 冷氣 那個氣溫 那裏有車箱 會教的 還可以 口渴模式 口渴模式 有水飲 有cosplay模式 好 三無交通 就是 他出名 陰者的版 另外一件事 他就是 會有這個cosplay 他有忍者 很多東西 他很多 我想看美少女 有的 有的 要求有的 要求 但是最糟糕是整個阿叔 扮美少女 就正了 是啊 真的是cosplay 是吧 最正呢 他就有這個可以 大家扮一下政要 扮一下那些 你一件事剛剛扮 扮甚麼 鹹蛋超人 就沒有了 哈哈 行不行的 只有這些 行大超人行不行的 行大超人行不行的 行大超人 神經病 大家可以過足這個元首癮 扮給資科保護 他是有的 其實很早有的 其實講來講去 香港 我香港有機會 希望做到 不要說cosplay 這樣環窗 甚麼龜速模式 甚麼梁索模式 和賣溫模式 我都很想香港 香港如果說 龜速就要改 叫做暴走模式 暴走模式 龜速模式一定在死 是啊 暴走模式快點 快點 如果你想要這樣 第一件事 加價 錶頭 沒錯 除非你的錶頭 因為你本來是很貴的 一按龜速模式 都成五 這樣就可以了 整體的錶頭 跳錶的時間 速度 所有東西 總錶頭就成五 那就行了 總之這個錶頭 你都是要 給一個合理經營環境行業 才能做到的 沒錯 在過去前幾天 我接下來 從生產力出眾局 就有辦法 在談 幫我們寫個APP 就是幫我們業界 做一個車隊模式的APP 給大家一起共用 不是我用 不是幫創紀寫的 也不只是幫某某軍寫的 是的 我是去談回來 就是幫整個業界 有興趣 做車隊的人 都可以 拿他的APP 分出來 你自己做個車隊 那就等大家 就不用拿 這麼多錢出來寫的 是的 這個投資 就是生產力出眾局 問政府拿錢 預算呢 就是 五百幾六百萬 寫個APP 是給行業去用的 那如果行業裡面 其實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是的 一些不同的新的東西 但問題是價錢 當然 這個東西 是吧 就是 你要有服務 我經常都講的 這個世界呢 你 你住三星級酒店 就這樣的價錢 你住五星級這樣的價錢 你住賓館 又是這樣的價錢 你要什麼就給什麼價錢 你給不到價錢 怎麼給這些服務你呢 香港人很恨的 我相信 歸粗模式 靜音模式 我給你就可以了 你給錢 錢你又不願給 又要我服務 是啊 沒有這麼著手 其實報道有少說 究竟他們的收費 是怎樣收費 這些市場是比較貴的 一落便就成就水 講法 當然是貴 但我還想知道 這些額外的服務 他收多少付加費 是的 但這些呢 我都會提出 和生產力出眾局談 是有趣的 有趣的東西 可不可以放進去呢 可不可以收貴一點呢 再商討一下 也歡迎大家在這裡留言 告訴我 有什麼想加下去 如果我最想玩的模式 是什麼呢 鹹蛋超人模式 哈哈 如果我上車 我會按 龜速 然後按正音 然後按 然後按 按有東西說 然後按 你玩東西 那些是 司機怎麼應付到 最初我想按多話說的 司機 然後按正音 他應該會罵你 哈哈 然後我 司機不知道有沒有 趕下車模式 是嗎 趕下車 走 走 趕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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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個禮拜那個 什麼 無牌駕駛的問題 你什麼時候給我一個位置 我們說 無牌駕駛 無牌駕駛 然後那一天 記得上個禮拜 我們要說 今個禮拜會說的 哦 是啊 你們的 車行那裡會怎樣處理 是嗎 明天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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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有些時間 今天差不多了 明天再見 拜拜 就在前面停下來 不是吧 我只欠UBA 就是 UBA全世界都沒事 香港呢 出事 如果他不願意 精心、細緻、高質、雲健、亨溫成 仿如你照料我,為我指引 好,浩俊車行,有甚麼幫到你? 我們在這裏自設車房 前日支援、車身維修、機件保養、代客收租、的士管理、效率保證、技工認可 好,沒問題,待會見 土瓜環,上香道,35號B,2773-6766 浩俊車行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立刻click到這裏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給個like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